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上的白衣服血迹斑斑 显然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搏斗 现在是最后的第二场戏 最后关宁到这个时候他才觉悟 才知道原来是一个陷害 姜安俊在惊情里扮演标局头领关宁 为追查一张藏宝图 保护国宝 他出生入死 最后却发现原来自己十分信任的失业 竟然就是幕后主使 此时关宁深受枪张 悲愤不已 开始 英雄落难难免有些凄凉 而姜安俊依然流露出凌厉的眼神 这表明关宁是个铁骨睁睁的硬汉 他那个个性就是很倔 倔脾气 这次的造型整个感觉是非常苍苍 非常粗犷 非常爷们 然后我还刻意跑到沙湖去晒了半天 然后对他身上都黑的 很黑 扮演硬汉 光是外形硬朗还不够 接下来颇有难度的动作戏 姜安俊也十分自信地提出不用凸身 又是文系 又是武系 姜安俊折腾了一天 丝毫看不出劳累的模样 看来他很享受扮演这个硬汉 最后他也不忘对着我们的镜头说上一句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 谢谢大爷提板 谢谢六套提板 谢谢